有个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你的视频我几乎都看过 但我发现你越来越奇端 以前吧 你嘲讽某国产品牌手机 后来你又嘲讽国产电影战狼 再后来呢 人家某大主播说几句爱国的话 你也要嘲讽人家 在你眼里 我们国家的东西就没有一个是好的 你没有发现你这是病态心理吗 我还真没发现 还我嘲讽国产 你不要站在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来威胁我 扣帽子我也会 你这种人就是网络恶势力 看你们的舆论公式 简直就是文扎文打 有勇有谋啊 我以前有两期视频 一期是聊红线耳克 一期是聊白相方面面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 就不要说几乎看过我所有的视频 如果支持国产品牌 才能证明自己爱国的话 那我家吃的用的窜的 包括手机 绝大多数都是国产品牌 反而任老板用的是苹果手机 战狼主角用的是苹果手机 这到底谁吵捧谁啊 所以呢 不要乱给我扣帽子啊 我没有嘲讽国产 我嘲讽的是那些明明在做生意 非要营销爱国人设的这群玩意儿 我嘲讽的是那群打着爱国旗号 赚钱的这帮东西 你说的那些人 你说的那个品牌 他们代表不了国产 你支持他们就叫爱国了 你搞不搞笑啊 你只是在被那些 无视劳动法的无良企业 和靠着爱国做生意的 爱国公职们收割智商税而已 你为什么要是因为 你为什么要做建议 我没有为什么要做建议 你为什么要做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